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拜託你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介紹給你的親朋好友 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現在有些地方 陸陸續續的 包括飯店 還有一些很多景點 推出了優惠 但它有個前提 就是你必須要打過疫苗 拿出打疫苗的證明 證明說你真的打過疫苗了 我們才會提供這樣的優惠 剛剛我們講的比較重一點說 這有點歧視 沒有打疫苗的人 打不到疫苗的人 已經很可憐了 熬熬逮捕 結果現在又沒有優惠 還被排除掉 這不就是二度傷害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雖然對業者講 可能有點不太客氣 但是我們民眾的感覺就是這樣 台東有飯店告訴大家說 你來住的話 必須要有PCR的陰性的證明 或者是接種疫苗的證明 我現在真的很擔心 會不會接下來陸陸續續 大家開始鼓牌效應 就開始跟著學 所以有些景點是 如果你拿不出中了疫苗接種的證明 我就不歡迎你來 我真的很怕會出現這種狀況 然後台中也有飯店 憑著疫苗的接種紀錄 入住就可以升等 有疫苗打不得了 還幫你升等 升等之後你去吃飯 所有的餐飲 餐盒全部都八折 墾丁的民宿現在也推出說 你只要打過疫苗 打折 或者是陰性證明 也會有相關的優惠 我覺得業者可能是好意的 可是趕著像我們這種等不到打疫苗 就覺得馬賽會滴下來 就是已經救不了命了 然後還有點被歧視的這種感覺跟意味 那經濟部長剛有講到說 百貨賣場 傳統市場夜市餐飲內用 可是這規定一看 真的是頭皮都發麻了 他說百貨或者傳統夜市 什麼賣場這些餐飲內用的話 如果工作人員確診 停業三天消毒 一直消毒就消毒 但如果顧客也確診 也是停業三天 也比照辦理 這樣子不是很容易中嗎 一直到最後一個確診的病例 離開之後 離開這個地方的14天內 每天都要消毒 要做相關的規範 那如果你不是密切的接觸者 每到三到七天要做篩檢 恢復營業的11天之內暫停內用 如果是我就乾脆就是禁止內用了 這個規定實在太繁瑣了 那剛剛講到疫苗這件事情 就有網友哭手 說會不會我們接下來去夜店餐廳 這個去玩的人 都是打過疫苗的人 因為長輩比較多打過疫苗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餐廳夜店 可能都是長輩在裡面消費這樣子 看了也是有點心酸 另外一個是宗教團體 昨天原本告訴大家說宗教場所是 這個就是很奇怪 原則不開放 但你如果一大堆規定 你這些規定都做到的話 我們還是開放 是不是因為信眾的力量太龐大了 你不敢得罪 你就說原則上不開放 但是你如果做到這些的話 我們就開放 變成我們中央現在都不想得罪人 就兩面都要討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很多宗教團體說都不要 不要開玩笑 全部都不要 大部分都不要 另外一個也妙的是 也不過就是三四天前 阿中部長告訴大家 降級解封全國步調一定要一致 時間是7月5號 他告訴大家絕對會一致 不然會亂掉 但是在昨天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可以因食因地置疑 阿那查查原資 我覺得終歸還就是四個字 就是政府無能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看我知道 澳洲你會非常有波濁感 我也有 因為我還沒打疫苗 可是其實那些 你真的沒打 我真的沒打 我真的沒打 可是那些飯店 他們其實也是自救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餐廳 規定多嚴格 你只要在餐廳裡面發現一個確診 你就要停業三天 你還要清銷 清銷也都是花自己的錢 政府也都不會補助 那你作為一個業者 你當然想說 我如果今天可以營業 我當然要確保 不會有確診者進來 那當然你有疫苗證明 對我是比較有保障 所以他今天其實也是 自救一種方法 可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也就是因為全台灣的人 第一個就是防疫有破洞 第二個就是疫苗的數量不夠 其實在美國也有辦過 類似的活動 美國大聯盟有推一個活動 叫做看棒球打疫苗送門票 打疫苗 他就奔類伴打疫苗活動 就是你只要打疫苗就送你門票 看起來好像很類似有沒有 就是都是打了疫苗有點優惠 你說打了之後去送門票 請你去看球賽 請你去看 其實看起來有點優惠 可是我覺得那個背 可是因為他們當地 要打疫苗誰是都可以打 那就沒有相對剝奪感的問題 所以他背後的原因不一樣 我們就比較心酸 他們是說我們太多了 你們不想打是不是 我鼓勵你來打 你打了之後我送你門票 他是一個鼓勵的性質 可是我們的飯店是一種自保的性質 所以因為是這樣子 我們就我們相對來講 我們就會很心酸 因為我們不是選擇性 要打或不要打 我們是被選擇 所以我今天如果假設 我今天跟一個 有打過疫苗的人去飯店 他就可以優惠 我就不能優惠 你為什麼跟人家去飯店 譬如說跟黃偉翰好 假設他打過 那我他那個 想好再講 你舉的例子好驚慫 我覺得就會有非常非常非常 會很生氣 那還有就是說你看 現在有打疫苗的確 是會有其他的影響 除了保護自己身體健康 比如說我講一個例子 像我們現在美食平台業者 像UberEats FoodPainter的外送員可以打 那現在一般餐廳的 自聘的外送員可不可以打 那會有什麼差別呢 會不會出現呢 因為我覺得我叫UberEats 或我叫FoodPainter 他們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我就盡量叫UberEats 可是那家餐廳 他的自聘的外送員 因為現在沒有打 所以我就感覺說 好像相對不安全 所以我是就 他們的生意就血糖加霜 所以現在的疫苗 已經不是單純的 保護我們的健康 他還會對於經濟活動 或者整個社會的運作 還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也會讓其他人會覺得 我打疫苗已經不是 健康的問題而已 還有經濟的問題 所以真的是呼籲我們的政府 盡量滿足我們的疫苗的需求 最後剛才我再講一個 宮廟這個事情 或者是各縣市 開放程度不一樣的問題 我覺得中央就是 一直要甩鍋的地方 因為它可能是說 它有一些基層的 比如說宮廟 宮廟是一股就是 基層的力量 也怕得罪他們 也不敢說到底 要你整個關掉 或者是要你開放 都不敢講 然後就定了一個原則 就是說原則不開放 可是你能夠滿足一定的條件 你可以做好防疫 我就開放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我今天就聽到很多廟的人 跟我講說 他們真的很希望說 中央就一句話 要是可以解封 還是不可以解封 因為過去很多信徒 都一直在外面講 開個門 讓我拜一下 尤其是農業七月又快要到 那時候普渡 很多 其實普渡是台灣人的 一個很重要的民族習慣 那到底是可以辦 還是不可以辦 你不可以把這個壓力 推給廟 政府應該要擔當 站出來一句話 給人民遵守 那到底其他國家 我們鄰近的國家 到底怎麼做解封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最關鍵核心的問題 是因為現在有 第二塔病途 這個是來勢洶 所以其他國家狀況也很多 包括南韓已經連續 今天應該第四天了 已經連續四天 每天暴診的確診數非常多 過去三天裡面 像昨天的話是高達一千兩百人 就是數字非常多 接下來甚至有可能 這一波會單日超過兩千人 雖然他們種疫苗 已經種了相當多 已經覆蓋率到了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因為第二塔狀況 所以他們又被攻陷了 包括日本也是 日本現在也是馬上 雖然說他們要辦東京奧運的 可是他們也是因為第二塔的關係 然後他們打疫苗覆蓋率 也來到百分之四十一了 但是他們增加得非常快 而且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年輕化 而且重症化 可以看到東京感染者以十到三十歲居多 五十歲以下住院跟重症的人數增加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又進入第四次的緊急狀態 韓國好像也是進到第四波裡面 所以我們臨近的國家已經進到又因為第二塔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在討論說要怎麼解封 人家其實已經又開始封起來了 韓國有個例子說有他們有發現說有這個確診者跟別人在同一家餐廳裡面 這個相隔聚在一起在同一個餐廳裡面共同相處十三分鐘 但是他們其實保持了五公尺的距離 所以他們研判可能是空調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說2.5公尺 1.5公尺 其實到時候如果在密閉空間 同一個空調的話 狀況可能還是很多 那大陸廣州之前還有出現所謂的14秒 上廁所14秒 或者擦身而過 麥當勞裡面擦身而過 就傳染給對方 所以聽起來都是蠻驚人的 那我們來看到馬來西亞最近 他們這個又逼近了80萬大關 然後進行所謂的封城管制令 但是他們現在明月越來越明顯了 他們在6月28號曾經因為他們把這個管制力無限期延長 聽起來很驚人 大家現在延到7月26 大家頭皮就已經發麻了 他們是無限期 所以他們有確診的人就選擇輕生 他們當時就發起了白期的運動 那後來過幾天又發生了黑期的運動 黑期的運動 白期運動是什麼 白期運動看到這邊 他說如果我家境還不錯 我們家裡有這個可以援助給其他人的 有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那我就在我們家門前掛一個白色的布條 或白色的衣服都可以 就是告訴其他需要人家援助的人 你可以來我家 你如果肚子餓 沒東西吃 可以來我家 舉白期說希望你們來 那黑期是什麼 黑期就是代表他們認為政府真的做得很差 所以民眾紛紛的把黑色掛出來說 你們政府真的做得很不行 這個行動也受到大家的關注 兵哥 我就一直覺得我們的防疫處理中心 就是那種超級爛學生 什麼爛呢 就是你好學生不學 然後懶學生也不肯 抄人家作業也不抄 然後明明旁邊的國家 全部都在演給你看 你也不看 那尤其是這一次我們的所謂的微解封 那配合這個Delta病毒在日韓的這樣結果 我覺得我們這個政策是perfect的 你知道 完全配合Delta病毒的特性 人家專門針對年輕人 然後你就訂出一個非常詭異的微解封 就是你不用上課 可是可以去那個 趴趴走 趴趴趴趴可以去看電影 那年輕人的活動本來就很旺盛 他已經被悶了兩個月 他現在7月12號以後 你覺得他們不會到處趴趴趴嗎 他也會跟你乖乖待在家裡 我聽說昨天已經糾團了 是 一定會 是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會 很正常 那偏偏Delta病毒就特別針對年輕人 傳染力散播力特別快 重症率也比較高 所以防疫指揮中心是有專家高人指點 在告訴你 要想要散播Delta病毒的話 這個決策是最棒的 就直接讓他散播出去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懂 不然日本 韓國都演給你看 那你還做這樣的決策 這不是簡直莫名其妙到一個旗次嗎 那Delta病毒的特色就是 來無影去無中 你明明看起來沒接觸 還是一樣會中 那台灣這種同一個空調的地方 實在太多了 而且我說真的 現在你說在都市裡頭 大家每個人都會戴口罩 你確定你一旦開放在郊外的時候 你真的相信每個人都會戴口罩嗎 到時候有多少人會被感染 我比較擔心是 光是各地的民宿或者飯店裡面 可能就不會那麼規矩了 是 這一定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難道 如果我們這種一般人都能夠想得到 防疫指揮中心這麼多專家 你會想不到嗎 但是當然你一直瘋下去 就會出現像馬來西亞這種結果 你一直瘋一直瘋 然後很多經濟活動都停滯 人活不下去了 其實我一直在懷疑就是 我們一到六月 為什麼火葬的死亡 就是火葬的比例這麼高 火化的人數 火化的人數高出這麼多 高出了30幾% 除了因為新冠肺炎直接死亡了之外 我覺得很多搞不好是因為憂鬱 搞不好因為輕生 搞不好各種原因 他因為這樣活不下去了 如果我再補充一下 應該是今年的六月跟去年的六月 因為我們是五月中發生這個病情 沒有 其實 其實光是六月比 絕對比去年多30%左右 可是有人達一到五月跟去年一到五月比 也提高了 真的啊 對 所以表示什麼 難道是有黑數嗎 表示本來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從去年開始 經濟活動就已經開始停滯了 所以很多人其實已經 從去年開始 生活就已經陷入困境了 只是政府因為 因為忙著在宣傳 忙著告訴你台灣經濟二十年來最好 忙著告訴你股市上萬點 升了一萬八千點 所以大家忘記了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馬來西亞的狀況 台灣不是不會發生喔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樣 能夠讓經濟活動稍微能夠讓他們喘口氣 然後又能夠防禦 這是對全世界政府來講都是兩難 因為全世界的政府只要一開放 大概就再來一波 所以我個人覺得最好的解決方法是 你政府的紓困五點零六點零七點零八點零 你要趕快理出來 而且要快速的發 像你知道現在很多人去申請喔 他丟上去三個禮拜之後 問他說最快還要再兩個禮拜 而且才知道你可不可以申請 那你這樣人到最後都被等死了 都等不到你的紓困了 所以政府不能夠不看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事 自己悶頭躲在冷氣房做決策 這樣一定會害死台灣人 好的 在兵哥講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聊天室暴動了 因為我已經講顛倒了 是家裡需要人家救助他的人掛出了白旗 而不是說我家裡有物資人怪白旗 所以特別更正 聊天室的人我有聽到 但我不方便馬上打斷兵哥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陳時中現在被問到3加11相關的話題的時候 他都說我記憶力不好我都忘光光了 但是只要罵柯文哲 什麼都記得好清楚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